欢迎收看最前线新闻 我是张静凌 今天新增巴黎的境外移入 见有7例的突破性感染 其中有5个人打满2剂科兴 依旧确诊 让外界相当忧心 今年的春节台商返台 恐怕不能够大意 好消息 双喜临门 佳玲连两天报到 也没人染疫过世 国内疫情见好 但可惜境外个案数 突破性感染暴增 境外8例中 7例属于突破性感染 而序号8 40多岁本国籍男子 6月曾在菲律宾染疫 检疫其满再采人确诊 由于他是在第一次国外确诊后 才再打第二剂AZ疫苗 CT值属于食阴食阳阶段 所以不算突破性感染 序号1是两剂的BNT 序号6是两剂的BNT 其余的2 3 4 5 还有7 这5位都是打2剂的科兴疫苗 细看境外中突破性感染的案例 2人打BNT 1人AZ 8人中就有5人打的是大陆科兴疫苗 是否意味着明年春节 若台商回台也不能大意 再加上香港新冠疫苗接种 推行近大半年 当地研究显示 无论打负弊态BNT 还是科兴的医护 抗体及替代中和抗体 都在三个月后大幅下降 其中又以科兴下跌比例更高 台商春节返乡 多数打两剂科兴 恐怕突破感染会增加 另外国内疫苗覆盖率即将达7成 疫情低的国家 专家提出绿色通行证 入境免居加检疫 有可能吗 这些都在讨论中 那时间上如果在过年后 这些机会就越来越大 能否采取绿色通行证 还要从场记忆 不过过年后贬景放宽 看来有希望 TV的新闻 陈盛文林雅南 吴宣等SMG小组台报道 除了一国两制 也有一室多治吗 台北市有民众 预约到莫德纳残记 好不容易也等到了 但松山区的医疗院所 却是这样讲的 说莫德纳是不能够打第一剂 但换到别的行政区 却又说可以 批疫苗接种率 各县市如火如土开打 但被试却发生一室多治 残记好不容易排到 却不能打 让民众好傻眼 松山区去说 现在用打去说 残记我们有没有排到 他说排到可是问题 我们莫德纳只能给第二剂 第一剂不能打 我说是谁说的 他说是那个健康中心的人 民众原本按照中央规定 预决莫德纳残记 等啊等 好不容易排到 松山区诊所却告知 北市府要求 不能给第一剂接种的人打 只能是第二剂 但问题就出在 换了行政区 岛内湖文山又说可以 卫生局方面 有透过这些工作的人 给我们一些资讯 当然是没有正式的公文 他有讲说 优先给 施打第二剂的人使用 虽没强制力 但都是这样建议 只是这样一来 不仅害民众乖乖配合 政策预约可能打不到 要不然就是得跑很远 那我们的看法是说 以疫苗不浪费为原则 那如果说需要的话 那我们也不会说去 为难诊所 对确实如果以 严格的规定来讲 我们希望就是说 残疾是给现在 已经有开放的项目 或人来打 但是以现在在 执行面上面之而言 就大家还是尽量 能够把这量能使用到 毕竟目标一致 就是要提升接种率 只是政策没说清楚 台北市各行政区 都各自为政 就怕反让民众 失去接种意愿 台北市有名 57岁男子 从6月中返家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 姐姐是说 弟弟有固定在吃 降血压的药 而且老花眼镜都没有戴 怎么会人间蒸发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警方还在理清 穿着蓝色上衣 拎着便当回到住家 短短几秒钟 成了阳性男子的 最后身影 至今失联四个月 家属心急如焚 亲友会这么说 是因为住在 信义区的阳性男子 6月回家再也没有出现 但社区监视器拍下 他的弟弟当晚 背着背包进入哥哥住处 怀疑失踪案不单纯 失踪了阳性男子家中排行第八 弟弟则是排行第九 两人过去为了母亲留下来的房产 起争执 甚至上法院 在男子说到不起诉处分书的这天 人就不见 姐姐联系不上人 带着警察和所将破门 怎么找就是找不到阳性男子的踪影 警方有找过您啊 蛮频繁的去哥哥家 那当时去是做什么事情 兄弟曾打官司 不过这也不能证明什么 亲友除了报案失踪 也提高妨碍自由 让警方得以对弟弟测谎 只是结果无法判定 失踪了阳性男子 在母亲过世后 独居没有结婚 姐姐经常去老家 探望资助生活费 如今人间蒸发 是发生意外 还是有其他原因 警方也抱请检方指挥 查个明白 TVH综合报道 持续追踪 失踪男子平常是独自居住 在妈妈过世后留下的房子 就在日前跟弟弟 爆发了争产纠纷 而房子最近要出售 人却突然消失了 而警方使用手机的定位找人 发现男子的手机关机 而家中也看不出 有外力介入 位在台北市新医区 金华地段 一户超过4000万 失踪的阳性男子 平常一个人住在这 弟弟就是为了这栋房子 和他爆发争产纠纷 阳性男子的母亲 原本打算把房子分给兄弟俩 但事后反悔 单独赠予哥哥 过事后兄弟争产 双方达成共识 弟弟付2400万 哥哥就过户给他 但后来考量 买卖要扣45%的奢侈税 划不来 问哥哥能否直接卖给他 遭到拒绝 两人产生嫌弃 这回阳性男子离奇在自家失踪 家属找遍社区监视器 就是没看到他返家后的踪影 这大楼基本上它有六个出口处的监视器 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都看得到 几乎都没有看到我病理从 从这个雨下 从这个大门出来 所以才会觉得是那个 谁会觉得说是 可能是在那个安全厅的一个地方 阳性男子住家一开门 就是楼梯间 这里没有监视器 家属质疑 若真的遭遇不测 恐怕难以找到证据 警方调阅阳性男子通联记录 发现最后通话的人是报案的姐姐 使用手机定位协询 却发现他的手机关机无法定位 而在他的家里也采集不到血迹反应 看不出有外力介入 家属虽然怀疑排行第九的弟弟 不过警方调查后没关联 由于阳男弟弟热爱登山 曾到过虎山步道 警方派出参与过多起命案 能嗅出人血的警犬福星 十多次搜山仍一无所获 阳性男子至今生死未谱 家属悬着一颗心 只判快点传来好消息 TV约续闻成人简余琪台北报道 儿子放学后回到家中 发现妈妈居然是沉尸在卧室 而妈妈的男友则是手腕有伤 意识模糊 警方是发现死者的脖子上有勒痕 将会等男友清醒之后 再来厘清 少年相当慌张 指引远景进到屋内 因为他才刚回到家 竟然发现妈妈倒卧在床上 没了呼吸心跳 一动也不动 妈妈的男友满身血倒在一旁 远景获报后立刻进到屋内 事发在26号晚间9点多 台北市中山区这栋住宅大楼 58岁徐姓死者被发现沉尸在卧室 51岁灵姓男友也倒在旁边 死者18岁的小儿子晚间下课回到家 一开门发现满地血迹 到房间查看 发现妈妈沉尸在床上 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男友则是手腕多到割伤 意识模糊 警方获报后到场 发现死者脖子有明显勒痕 但已经出现尸斑 研判死亡超过4个小时 调约监视器发现死者在案发前一天 晚间10点多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再出门 询问死者儿子表示当天上午出门时还没有任何异状 屋内的门窗锁具并没有遭到破坏侵入的痕迹 那现场检视也并没有这个打斗的痕迹 研判并没有这个其他外力的介入 整齐案件疑点重重因为除了男友之外没有其他人在屋内 死者疑似遭到勒弊 现场也留有皮带 警方怀疑灵犀男友受有重嫌 但因为人还在医院治疗 意识模糊 得等到情况稳定才能制作笔录 警方朝杀人罪的方向来侦办 不过打开家门 看见两人倒在家中满地血迹 妈妈甚至没了生命迹象 对死者刚成年的儿子来说恐怕是严重重击 TVS这种报道 持续追踪 死者跟男友各自有过婚姻 已经同居超过了一年 而实际来到这名男子工程行所登记的地址 前房东是说不仅是机械房租快要一年 还借了15万元都没有还 财务似乎有状况 法医和检察官抵达殡仪馆相宴 要厘清徐系女子的死因 究竟有没有外力介入 除了死者家属在现场守候 灵性男友的姐姐和15岁儿子也在场 对于整起事件不愿多谈 而死者究竟是不是他杀 检察官相宴后也没透露 抱着儿子开心合照 灵性男子结婚后和儿子一起生活 他曾经在台北市新义区租屋16年 开设工程行 也做过狮子会分会长 家属说他和死者交往后 一起从事直销 两人同居一年多 但前房东的这段话透露男子的财务状况 前房东说灵性男子原本工程行经营的还不错 一个儿子死者则是有两个小孩 除了死者大儿子之外四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案发后小儿子和警方说不清楚妈妈的感情状况 只知道两人偶尔会因为金钱问题起口角 但从没发生过太严重的冲突 警方调查灵性男子事发当天还特别打电话叮咛 要儿子不要回家动机可疑 这段感情是出了什么问题 检警要厘清 但不论结果是什么 受伤害最深的还是情友 新北市议会进行总质询 民进党团是要求侯友宜对于中共军机绕台表态 并且要求说出中国就是敌国 但不管议员怎么逼问 侯友宜就是避开中国的字眼 不断的强调他自己一生都在守护中华民国 他还反抢议员 你愿意吗 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直询一登场直球对决 逼问市长侯友宜敢不敢谴责共机绕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机军舰不断的绕台 是不是要大声的抗议 侯友宜不断强调任何国家挑衅侵犯中华民国 他绝对用生命捍卫到底 保护我们台湾土地的人民 可以 但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问题 如果 我已经回答了 支持民进党团轮番逼问 就是要他直接点名 公开谴责中国大陆 得到的却还是一样的答案 对中国的这个战绩之后台湾 你不敢讲一句话 你怎么会让我们相信说 你能够捍卫台湾呢 经过这么多的枪战 看过这么多的生死 你严厉跟网友一起这样做吗 你严厉吗 市长 你严厉吗 我问你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今天担任民意代表 你做过吗 我今天担任民意代表 你做过吗 我都问你 你做过吗 大家会说的很多 这时侯佑怡反栓 用行动绝对比用 语言更有用 似乎暗指对方光说不练 这下议员也怒了 别人做不到 只有你做得到 不要来这一套吧 市长 你们有那么伟大吗 你如果这么伟大的话 为什么连 捍卫中华民国说 我们要谴责共激绕台 这几句话你讲不出来 吵到最后还是换来侯佑一句 我绝对捍卫中华民国 支持两岸议题 根据台湾大陆关系条例 大陆地区就是指台湾以外 中华民国领土 日前防疫指挥中心 副指挥官陈宗燕 回应大陆接种证明问题 也是反问 你讲的大陆 是指哪个国家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反批他被阻叛宗 到底是什么人 他的祖先为何 他的家族从哪里来 他流淌的是谁的血 所以对于这种 被阻叛宗的人 实在是不值得评论 对此陈宗燕也在脸书 回向他身上的写来自父母亲 谢谢父母让我拥有热爱 民主自由 人权的基因 他愿意为了这一块土地 努力打拼 不是因为血统 而是因为认同 TV新闻综合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不少首长民调 排名都是末段班 就在出席周刊所举办的 评比调查时 自然也被问到了 不管是信任度 还是防疫表现都垫底 会不会觉得惊讶 柯文哲冷回 台湾市惊讶之道 面露微笑 一连接下两个讲座 台北市夺下六都永续城市奖 光荣的背后 柯文哲不免落寞 因为其他评比 他有敬陪莫作 虽然台北市屡屡在城市排名 都能名列前茅 但换成首长表现就大不同 尤其周刊这一次加码调查 六都首长的防疫满意度 高雄市永多第一 桃园三点一分 倒数第二 台北市调车尾只有2点五分 台湾是一个充满惊讶的国家 不是吗 台湾惊奇之导啊 比较想要得到什么奖的肯定 没关系 等一下主办单位会公布 郑文蔡梅多说 倒是柯文哲听来有点不服气 加上过去一年六都施政满意度 新北3.8分最高 桃园第三 台北仅2.6分 未来一年的施政表现 市民同样对新北最有信心 桃园落到第四 台北一样垫底 总体信任度 柯文哲还是最后一名 这跟联考一样嘛 有很多科嘛 有我们擅长的科 有我们不擅长的科 不过这长期来 台北市几乎所有的评比 如果是客观指标都第一名 主观指标都很后面的 这个也不是一次 一次就算了 每次都这样 各县市首长大集合 出席者通通有奖 只是有些奖项 事与愿违 柯文哲怎样都参不透 TVBS新闻杨清波丽皮 台北报道 高雄有轿车驾驶 在进入大楼停车上 一次路况不熟 就误以为阶梯是路口 是直接开了下去 结果整辆车呢 是卡在楼梯 是动弹不得 而这么一撞 不仅他的车体受损 就连接期也被撞坏了 银色轿车 整个卡在楼梯上 动弹不得 看得民众好傻眼 赶紧通报 脱掉业者 原来驾驶要开进地下道 却误以为阶梯是入口 要不是轮胎卡住 车子可能直接撸下去 回到案发地点 车子已经被调走了 楼梯入口处管理员摆了两个三脚锥 禁止通行 因为水泥阶梯 已经全被自小客严重刮伤 要重新铺盖 我车到一个 车补扇 砰一下 他就一轎到一轎了 这车很久了 那天下无情不友的 这天下无情 管理员说平常楼梯口都有摆放三脚锥市井 只是有的时候民众为了贪方便 会把三脚锥移到旁边 高雄岗山的商业大楼 25号傍晚6点半 一名自小客驾驶疑似不熟悉路线 往阶梯入口行驶 导致整辆车卡在楼梯 还好没翻覆 驾驶第一时间逃出人没有受伤 而我们从入口处看 箭头的标示的确有可能让人误会 停车场入口处有一个牌子 上面箭头是往下指 不过还是有可能会让民众误以为 是从楼梯的入口下去 他可能没看到那个很晚了 没看到那两个障碍就在那边 他可能直接下来 我们把他都没听了 因为他躺下关了 那个动作就好像在讲电话 目击者指出驾驶是要到大楼来找朋友 只是开错车道就在一瞬间 这么一撞不仅车体也受损 连阶梯都撞坏 幸好人没事 TVBS新闻张丽玲纪元高雄报导 台中市快打站发生了一晚 但这回不是注射完不舒服 而是快打站屋顶的吊扇 意思因为老旧松脱直接掉了下来 杂众底下两名正在等待的妇人 但两人依旧坚持要打完 才肯去看医生 快打站内三名医护人员站在妇人身边 关心她的身体状况 还有人帮忙捂着后脑勺 原来她不是打疫苗不舒服 而是被从天而降的吊扇打中 另外地点就在台中市社口活动中心 天花板上只有一座吊扇 不见了只剩下第一座 造势的吊扇已经被放在角落 工作人员说上午8点50分 55岁以上民众排队打莫德纳疫苗 由于天气转良 活动中心不开空调 要改开电扇最弱的微风 疑似因为吊扇的插销松动 转动过程掉落 直接砸中底下两名妇人 其中一人头部肩膀被砸中 红肿 另外一人则是脚被砸到 都只有皮肉伤 他坚持是要打莫德纳 医生认为血压太高不适合 另外一个是打完毕后 也是结束了 疫苗还没打到 就先被吊扇打中 这两名妇人还是坚持 要打完疫苗再就医 其中一个人完成注射 但另外一人施打前 血压突然飙高 经过医生建议 只能休养两天之后再来 只是遇上这种倒霉事 事后除了得就医检查 还得到警局制作笔录 TV新闻乘期军 张子明 SNG小组 台中采访报道 本土疫情从5月份爆发到现在 金门是全台唯一一个零确诊的县市 在2021永续城市调查当中 获得了最佳防疫表现奖 另外金门还拿到了永续城市特优等 一共有三个奖项表现很亮眼 恭喜金门县获得永续城市特优 最佳防疫表现奖 2021永续城市调查 金门县一连拿下三个奖项 虽然里岛资源有限 在17项永续发展目标中 无法尽善尽美 但因为土地面积小 未来可以有很大的发展 因为这是我们乡亲 在过去这长达两年多来 对于我们的肯定 那同时也是我们在各项努力下 所获得的成果 县长杨振吾说 要让金门县市特优等 能成为台湾最骄傲的一个岛屿 但他也坦言 在产业力及经济力等方面 还有努力空间 另外虽然防疫受肯定 但岛上只有一家综合医院 防疫措施压力特别大 难得讲是很多人努力来的 在机场做了快筛 让快筛把所有的风险 尽量的防堵在第一线 同时对内展开包含医院社区 还有照护机构 这一些的演练跟防治 所以我想内外一起努力 我们才能够达到 今天还是零确诊的一个目标 2021永续城市调查 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17项永续发展目标为准则 搜集21个县市 共58项统计指标 加上居民的民意调查 综合评比后产生得主 这回金门的环境力 在非六都中顺利得贯 显示地方政府 在循环经济和低碳永续等议题 只要有努力就会被看见 TVV的新闻综合报导 新北市街头发生了追撞事故 这是一名女子因为欠债 又想要跟对方借3000元 遭到债主强压上车 双方发生了激烈拉扯 女子烙人助阵还开车冲撞 连线给李洁 新北市街头传出债务纠纷 以往的街头打架 还有追撞的状况 现场一片混乱 还有男子是拿这个脚踏车 往这个挡风玻璃砸下去 警方调查被撞的是债主的车 疑似是因为他之前不买 他借钱给一个灵性女子 对方不肯还钱 还想要再借3000块 结果双方就为了这3000块相约谈判 这女生不想还 债主就把她拿上车说 如果你不还的话就不要离开了 这位女子是赶紧的 是把她的同伙找出来 而且是开车追撞 这一撞是把债主的车给撞坏 而且车内的太太 还有14岁的儿子也都全部吓坏了 肇事驾驶发生之后 是来了这人车就逃跑 警方到场场面是一片混乱 先把闹事的人统统带回派出所 就才发现这个王姓债主 他自己本身就是窃盗通气犯 而开车撞人的这个肇事驾驶 也是一个杀人未遂的通气犯 就会撞了车 跑到这个阳明山 住在日租套房 警方上前追捕 将人逮捕带回 如今也是依照公共危险来讽办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